那你美国满口仁义道德 说什么 哎呀我这个是什么普世价值 民主自由 那你扶植了一个这样贪污腐败的政权 你难道都没有责任吗 蔡英文最荒谬 突然把823炮战又拿出来 你就是找蒋介石出来救援你吗 在这件事情会乱成这样 然后刚刚以前有提到 像北约很多盟国 现在一直在干狗 然后或是说 没有直接干狗 心里面也是觉得很不满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说 美国要不要继续打仗仗 如果我今天是美国 美军子弟的父母 我也会觉得 要打了20年还要怎么样 这20年的阿富汗战争 已经是美国成立 这个国家成立以来 打了最长的一场海外战争了 打了20年的仗还要怎么样呢 我当然希望我的子弟回家 我当然希望我们的子弟 不要在这个阿富汗 我没有不尽的意识 只是但是是事实 就是个穷乡辟养 在继续牺牲生命 所以对美国来说 它完全是一个核心合理的决定 20年前发生什么事 911事件 所以当时的美国的民众 心里中是希望 要给恐怖主义分子一个教训 所以他们觉得 要出兵民众支持 然后再加上 也许他的军工复合体 或是他在 要重新振奋起 这个世界警察 这样的角色 所以当时的美国认为 打仗战争是有必要的 是力大于弊的 20年过去了 现在觉得 打仗战争是弊大于力的 所以就撤军 完全合情合理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上面 是不用苛责美国的 但问题是出来哪里 问题是出在 出在这两年以来 这两年以来发生的事情 包括像什么 包括像川普任内 去跟塔利班做政治谈判 政治谈判说 允诺说美国将会逐渐撤军 在今年的下半年会逐渐撤完 然后这个部分 他其实把他过去 所支持的阿富汗政权 就是这个甘宁总统 然后的这个阿富汗政府 可以完全排除在外 基本上你自己培植了 这几十年 十几年来的政府 你根本不相信他 你自己去找塔利班谈判 你基本上已经种下了 这个阿富汗这个国家 在美国走了之后 可能会有翻天覆地局势 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存在 你自己都不相信他 你自己也不相信他 能够单独处理塔利班 跟阿富汗未来的这个 这个权力分配的问题 所以这些事情 就是当时已经被大家干扣 干扣说川普根本就是一个 就是美国在处理阿富汗 这件事情上面 根本就是背弃盟友 我扶植你起来 然后呢 然后我现在去找你的对手谈判 把你关在门外 这算什么话 然后再来近期 近期之所以北约这些盟国 有很多不爽的原因 还不是在于说 撤军是早就定的 去年就决定一定会撤军 然后甚至八月份 就一定要撤完了 这都是早就知道的 那为什么大家会干掉 是因为你美国太瞎了嘛 你原本的情报是什么 原本的情报是说 哦这个 原本美国的情报 认为说 其实喀布尔 或是说阿富汗的 这个警卫部队 30万人 对上7万8万的塔利班人 的这样子的一个民兵 至少可以僵持个 差不多三个月 90天左右 然后呢 在僵持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让北约的 这些西方世界的国家 充容的撤出喀布尔 同时呢 同时呢 也可以让在阿富汗局的内部 形成一个政治僵局 军事僵局 形成政治对峙 然后呢 这个政府 跟塔利班就可以坐下来 谈一个政治解决的局面 结果完全没有啊 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9天 客气一点的 算你10天 这个首都就丢了 无血开诚 所以这情报的完全错误 你不断给盟国假情报 你甚至也骗了自己 也骗了阿富汗政府 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 那更不要说 更不要说 现在这个总统 被讲这么多 不可以乱讲 因为甘尼总统 我今天早上出来说 他没有带1亿多美军 美军 美军 好快 所以这样 所以柯文哲主席要吃官司 海外官司要告他 海外官司 所以不管有没有 不管有没有 但是 但是 贪污腐败是事实嘛 军队吃空援 这个是 这个是以前像是什么 就是什么 什么太平天国时期啊 然后打到后来 然后什么 各个部队 然后都是谎报人数 然后有点像是说 这个民国初年啊 然后很多这个地方军 然后就跟中央报说 我这边有一万人 其实只有六千人 剩下四千人 四千人的军饷发下去之后 全部被这个大帅啊 中饱私囊 这种事情在阿富汗 比比皆是啊 那你美国满口仁义道德 说什么 哎呀 我这个是什么 普世价值 民主自由 那你扶植了一个 这样贪污腐败的政权 你难道都没有责任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 这是一个资讯面 大家要先 就是可能要 有很多不同的线索 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 那 整个是台湾的 台湾的政治效应啊 那赵康先生 然后这个自从国民党立场出发 我就不谈了 然后 当然我觉得执政党这个部分 执政党这个部分 其实比较可以讲的是 罗智政跟梁文杰 他们两个说的 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 同一件事情 就是说啊 台湾不能跟阿富汗比啊 我同意 台湾确实不能跟阿富汗比 任何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地缘政治 或者他在国际政治当中的角色 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复制到 另外一个不同的国家地区上 所以这样比较确实没什么意思 问题是 问题是 台湾跟阿富汗是会变动 彼此并不相同的操纵变异 问题是控制变异 那个不变的是美国啊 不变的是美国啊 我们质疑的是什么 我们质疑的是 我们现在是不是 过于一厢情愿的 觉得美国一定会出兵 帮助台湾啊 对美国来说 20年前打这场战争 是利大于弊 他就打 然后20年后 是弊大于利 他就不打了 那请问一下 美国打 介入台海 如果档案之间一旦开战 介入台湾这场战争 到底对他来说是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 我们想要听到你 听到执政党负责任的 从国安的角度 从战略的角度 从经济的角度 从政治的角度 告诉我们 我们有什么筹码 我们有什么优势 有什么劣势 而不是每天都好像在 在说梦话一样 说我们因为民主自由 普世 普世人权就串联在一起 这些东西是不切实际的 这些东西是你知道 好来好去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讲这些 很漂亮的场面话 但是一旦兵凶战危的时候 会流血的时候 这件事情是不能做准的 所以我觉得 对不要比台湾跟阿富汗 是没有什么好比的 那你去比1949年的 国民党更是无聊 那已经70年前的事情了 这有什么意思呢 但是我觉得林非凡 这个还蛮值得讲的 林非凡 应该要跟你们 没有列出来的 蔡英文总统 昨天那篇文 等一下会讲一起谈 对 就是他又是另外一套论述 可能是细出 另外一个写手 我觉得林非凡 真的大滑婆 为什么 他直接把说 以美论 然后呢 这个美国弃台论 我平常心试问各位 我们在座里面 这个光摄影棚里面 就这么多小朋友 你看到人从 人巴的起落架 从天上掉下来 你看到美军拿着枪 对着那些 想要进机场 手无寸田的阿富汗人民 请问一下 你不会怀疑美国吗 怀疑美国 这是正常的心态吗 说你在搞什么 你过去的假人假意 然后你在那边 对不对 你自己的翻译 你自己的协作者 你都把它丢在那边了 你难道不能怀疑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 你就直接滑坡到说 你怀疑美国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你就是蠢蠢欲动的 投降主义者 这未免太滑坡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林非凡心虚啊 林非凡心虚 我觉得民进党的朋友 其实自己心知肚明 过去三年 他在台湾 不管是操作国民党卖台 或是操作民众党 是槟榔党或什么之类的 都是来自于这样子的论述 一张桌子 有四个仪角 有四个仪角 民进党在上面 拿刀叉吃人肉 好不好 套一句客人这主席的说法 拿刀叉吃人肉 他四个仪角 让他这张桌子稳固 哪四张 哪四个论述 第一个 中国威胁论无限放大 再来 韩国瑜草包论 就是个混账 然后呢 再来 国民党会亲中卖台 民众党也好不到哪里去 第四个 就是美国会出兵保护台湾 中国威胁论无限放大 所以绝对不能投 亲中的国民党跟民众党 然后同时呢 无限放大之后 美国会来救 所以不用害怕 民进党跟美国的关系 是台美史上最好的时刻 就是用这样子 那现在 美国就这样跑啦 抛弃阿富汗啦 抛弃阿富汗啦 就等于桌子 一下子一个桌角 啪一声断啦 所以他们慌得很啦 这餐饭怎么继续吃下去呢 于是 林非凡的 这个色力内容 越是凶巴巴 越是要掩护他心中 最心虚的那一块 你没办法说服民众 哎 这个美国的这个 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先生 他在8月17号 817公报耶 那就是美国出卖台湾的 一个关键性的日子 在这一天 跳出来又对台湾说 坚弱磐石 我就请问大家一句 美国对阿富汗 在川普跟塔利班弹劾之前 过去18年 难道不是坚弱磐石吗 他一夕之间变了 他想法变了 他的利益变了 他的 随着岁月流转 他的政策改变了 那坚弱磐石就不再是磐石啦 那现在跟你讲这些 这些山盟海事 你又把它当真吗 终究还是回头来 跟我们认真的讨论 公共政策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地区 到底有什么筹码 可以 可以让 对 中共不敢犯台 又或者是其他国家 必须要援助台湾 讨论这个吧 那其他的像是 罗志正跟梁文杰 这种就是废话 就是废话 就是你知道 就是有点像是 公园里面的阿伯 好不好 就是喝茶 下下起 然后来那边 对 如果没有国民党 啊怎么样 那你没来 或怎么样 那种 这种层次的论述 我们就不讨论 但林飞凡跟蔡英文 蔡英文就是 他没有办法 再帮美国辩护了 他只好又拉回来 蔡英文最慌妙 突然把823炮战 要拿出来 你就是找 张建石出来救援你吗 所以我觉得 这个部分 其实才是应该 好好讨论 特别是 你们就是掌权者 你要告诉我们 你到底打算怎么做 他要来 你这种费 你这种费 我们要去 你这种费